好那麼如果說老師要增加內容就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 這裡有 這裡也有 有看到的 好 您可以從這邊 比如說一般我們通常都會先有一個所謂的 Friend 這個 Friend 通常我們把他從這邊加進來 這裡加 有沒有增加一個 那你這個位置 因為他有RuneInRuneOut的一個功能 所以其實你說看起來好像很小 不一定 你喜歡放大就放大 對不對 看你擺在哪裡 我今天這裡擺不下 你就到旁邊點按住滑鼠 拉開 請你到旁邊一點 這樣也可以啊 反正看你自己齁 那你需要旋轉 你要旋轉也沒關係 好 那麼我現在呢 這裡有了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囉 你看這裡 你可以選擇他這個框框齁 這個框框要哪一種的 是這一種的還是圓的還是方的 都可以 好 顏色呢也可以自己挑 都好 OK 那我們在這邊 有了這個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就好像 想成什麼 一個頁面一樣 所以你看我增加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在這裡 好 那我就可以在這邊插入 我覺得我想要有什麼 圖片啊 或文字的說明 點一下 好 好 他已經把Google的這個 功能內建在裡面 有沒有搜尋的 好 所以 比如說 我想 因為他會 右手邊會列出你曾經用過的 我現在是偷懶 我就直接找我用過的 好 把它丟進來 點一下 有沒有就進來了 那大小你可以自行調整一下 好 放到他的範圍 那我再旋轉一下 OK 移動一下 好 那如果有這種照片的 也是一樣 而且他內建的就是有簡單的那個 影片 圖片編輯的功能 所以 如果說你有需要的 可以進到這個Effect 再幫他 調整一下 或裁切一下 這裡有框框有沒有 可以做調整 比如說 我想要加個框 好 你就 點好之後 按一下 把它 存起來 那待會我這邊就會改變 好 我就先把它放好 OK 先把它放到適當的位置 那麼 這裡呢 會有塗層上下的問題 有沒有 你可以在上面 按右邊 等一下 點到他 裡面這個 點進來 點到他 按右邊 有沒有一個 上一層 下一層 放到最前面 放到最後面 這樣了解的 只是變成英文而已 變成英文而已 所以 如果想要放到最後面 你就按右鍵 升 背 你看 雲有沒有在上面 因為這個雲是透明的 好 這樣子 那當然你點到空白的地方 就可以直接打字 那麼字的部分呢 它就有分 你是大標 次標還是內文 這由你自己決定 這就沒問題 好 如果你覺得這個我要的 你看 其實我們剛往後退的時候 你看一下 往後退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當我點到這邊 點到這個框框的時候 點到這裡 點到空白 點到這個框框 有沒有叫 room to the friend 就是點進來 它就會把這裡 放到最大 方便你編輯 好 如果你確定這個我要 你看在這邊 這裡是不是就有了 好 所以你看到我從這邊 點 有沒有 就會轉正 今天不管你 你看我再增加一個 我再增加一個 好 往後退一點 今天不管你這個框框 是正的 這樣是正的 或者是 這樣 你轉哪個方向 有沒有 不管你轉哪個方向 今天到它這裡的時候 它會怎麼樣 自動轉正 有沒有 所以 變都沒關係 永遠都是正的 當然如果你真的要歪的 就要像我剛剛那個一樣 什麼叫跟剛剛那個一樣 來 你看一下 我先回到這裡 這樣對不對 剛剛在這裡 你如果一定要歪的 比如說 你看我在這裡 我把它拉過來了 我就一定要這樣做說明 不行嗎 可以的 這時候要透過編輯路徑 我就是要這個角度 有沒有 add current view 我就要這樣看 點進來 有沒有進來了 也就是到 進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就是在這個 room in的層級 還有這個角度 這樣子 這叫room in 就是這個編輯路徑的部分 所以這個算比較特殊一點 那麼如果老師 您都編輯好了 我們當然需要做存檔 對不對 存檔部分 那這邊呢 它有兩個部分 您看一下 分享的部分 在這裡 有些時候 如果您怕 就是這個網路的速度 太慢的話 這樣是不是要等一點時間 您可以把它變成 所謂的離線簡報 就是這一個 possible的 也就是說 我把這簡報下載下來 有點類似那個powerpoint 有一個那個 那個叫什麼 欸 叫做好像叫 離線簡報 類似的一個概念 你打開之後呢 它裡面就有一個執行檔 那直接執行就OK了 好 就OK就可以看到 就不需要跑到這個網站上 那 另外一個呢 您的這個place的部分呢 預設 您進到myplace這邊 我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我這邊會多出一個 好 有沒有在這裡 那麼如果說 你想要這個 想要 要不要做分享 有沒有 這有一個 政策的部分 你看一下 預設的話呢 如果你不希望做任何的分享的話 你可以把它關掉 在這裡 在這裡 sure 等一下 要進到view這邊 進到view裡面 你看我預設是不是hidden hidden就是 只有怎麼樣 知道連結也可以看 別人不會看到 別人不會看到 如果你不想要這個 你點開它 就是公開的 這個 隱藏 但是怎麼樣 知道連結可以看 這個是完全鎖住 別人看不到 那另外 如果你認為別人 這個可以給別人用的 你可以把這個勾起來 就跟你剛剛看別人的一樣 齁 它就可以直接變成什麼 就是變成那個 別人的範本 別人的範本 就大概的概念 是像這樣子 所以 press這個其實 使用起來 還不會太難 還不會太難 當然如果你要用在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那個 叫做什麼 呃 那個叫做 OneNote上啊 或者是老師 比如我們用在那個 協作平台上 你可以把它 它有一個那個iPhone iPhone的語法 可以把它貼進去 那這樣就可以直接用 好 OK 那這個是屬於 press的部分 那我 待會我們利用短短兩三分鐘 我稍微介紹一下 微軟那個 Sway